好,今天的比赛开始 说起来今天周六本来是不更新的 但是我起床还是习惯性摸到了电脑的这个开机键 看到四哥给我留了一个言 发了一个,没有留言 就直接甩了个录像给我 那我就知道,对吧 这个责任在这边 我们今天马上就出门 看完这个录像就出门 所以这个上传的时间应该是白天吧 我现在很少白天传视频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粉红色 这边是无法阵和120的组合 然后对面的话呢 是这个DIZN和太棒了 安夜 我们看到是有这个 有这个OB 包括有一毛在这个里面 所以可能是这个 可能是这个约战的 好,我们看到组合方面 是暗夜精灵和兽族 以及是亡灵和兽族 好,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120呢 是选择的是一个建圣代宝的一个开局 找起商店 也可以选择的是D宝物给对方 给自己的这个DK 不是对方啊,是自己 我倒点水 我本来都准备出门了 其实我如果不开电脑的话 今天应该就没有了 好像这是废话,对不对 但是日常没完成 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 球球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嗯 好,小精灵 我们看到黄色这边的暗夜的话呢 是也是给好了辅助侦察 就是你应该来说是被动视野 就是说自己的这个防御视野是给给上了 不过这个视野太太狭窄了 蝶球的话拿到了一个敏三 我们看到110和无法阵的这个信息啊 是比较喜欢 比较共享的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 就大家经常在平台当中闷着打 那闷着打你怎么能打得好呢 你不管对手 队友你认不认识 把你知道的告诉对方 对方也会告诉你 这样的话信息交流才是这个打22的最关键 因为两个人可能眼睛关注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好,四哥这边的链级 虽然我觉得宝物没有悬念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不过那个在另外一个摆胖子身上 好,这边DICN的剑胜是过来 好的,抢了个小怪 四哥没有带粉 所以这个时候兽子比较嚣张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DICN看到DK身上有粉的话 可能会考虑一下 但是 另外一方面是120是去对方家里面骚扰 好的,这个几封部还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 剑胜的话目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就是身上魔法存量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无法针目前的这个链级啊 比较痛苦 好的,这边一把粉 那这样的话 这个太棒了 同学的这个AC应该是要被扑倒了 诶 120没有鞋子 所以追起来有点费劲 不没关系 早期来说AC对于大级来大级和剑胜来说 这个简直就是一块肥肉 虽然人家小姑娘你可能不能说是肥肉 但是总归是块肉 而且比较方便 另外一次我们关注一下无法针 哎呀,对方的这个加速药膏 但是药膏被点掉了一下 好,DK这边已经 完全不希望去拿旁边的3322了吗 啊,对啊 加3总比加2好吗 是吧 好 这边的这个蓝胖子 看一下什么宝 一双鞋不错啊 一双鞋 然后120的剑胜已经被打跑了 不过目前的话 他前期拖住了对方的欧姆猎手 如果说洛伦单 单体骚扰能力的话 哎,DK要小心 还好有鞋子 还好有鞋子 这个时候拼命的往队友家里跑 跑到家里面就有这个药膏 药膏铁了 对面的剑胜的话 因为没有魔法 所以四哥这边应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药膏赶紧贴起来 清醒药膏 不要停,不要停下来 停下来你就死了 后面那个剑胜77膜了 不追吗 几封部肯定是要去砍一下的 哎,但是还是砍了对方的蜘蛛 好的,这样的话 那是补掉颅法阵的这个蜘蛛 他可能也觉得就是一级几封部 然后穿鞋的情况下 追不上光环加鞋子的这个DK 这个还是对的 肯定是追不上的 就算你,就算速度领先也不可能这个呃,砍得出来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那种就是这个穿鞋的健身欧膜猎手去追女猎手是一个结果 就没有结果的 好,四哥其实前期蛮痛苦的 装备也,这个到正常 这个等级上不去 这个比较偷疼 诶,DK这双鞋你就不给剑胜吗 你看你这个移动速度都满出来了 中间的话呢,是对方的商店是选择在中间的一个共享 剑胜可能是考虑到装备问题 格子不够了 但这边的话呢,是120 非常非常保姆啊 就直接送了无法阵七级的龟 而且是剑胜打残之后走掉 这样的话,一个大雪瓶,哎 关键是他知道,对吧 他要先摸两下 不然的话,这个必然是出草子的 中国好队友啊 能干到这份这种份上的也确实就只有2120了 好,中间要打 不过我们看到那是太棒了 暗夜是选择了一个熊猫的耳伐 这个是让我没有看懂啊 这种后期型英雄你顶得住兽族和亡灵这么强悍的前中期爆发力吗 因为现在你说实话,无法阵和120已经可以推了 对吧,你兵不多啊,我兵多啊 好,这里的话你看,真的打起来了 迪外之间的剑胜 小心往后退 无法阵后面的蜘蛛都是带着加速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哎哟 这个欧姆猎手还好在商店旁边 买了一个血瓶,但是被扬 可能还是要被秒 无法阵下一个 没有,下一个NC的机会 不过我觉得这个剑胜可能是个NC的机会 打残 剑胜也买了个血瓶 也很怕 马上被扬 防止他喝水 有没有死亡缠绕 没有蓝 没有蓝 不过也没关系 可惜啊,如果他刚才有这个死亡缠绕的话 这个剑胜是妥妥的必死的 已经被扬掉了 根本喝不了这个血瓶 好,但是你可以看到对面顶着一个商店的精华就是非常能耗 好,我觉得来说这个也是,呃,开战的时候无法阵和120并没有注意到的这一点 他们其实有机会先强拆到商店 如果他们先把这个商店强拆掉的话 反而在这里的话应该可以把对方给打挂 不过这里的话已经是打到了这个对方 非常惨 好 熊猫身上还有个小蓝牌啊,怪不得这么能喷 四哥的三本马上就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调整一下 看一下兽足这边的一个兵力数量 因为兽足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就是说精灵的小鹿和白牛 这个就是什么 兽足的白牛都是处在一个辅助的 这个辅助加输出的一个位置的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能辅助 但每个人也能输出 小鹿刚才是极限被保存 另外一方面DIZ的剑胜目前已经三级 双头环双敏鞋的一个配置 这个很给力啊 这一刀一刀切上来 DK是带死了这个辅球 把DIZ的剑胜照出来 强点 因为辅球点上 所以这个时候剑胜还是比较小心的 目前的话在这个744的位置 应该来说没有人可以阻止无法阵练完了 除了他的队友 马上把对方的 马上把无法阵的DK和LHA掉 不然的话应该是没有人可以阻止 这个宝大雪瓶 对面没有敢来抢 因为自己身上格子没有了 所以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丢下一个东西 也就只有开无敌 然后再去拿这个大雪 来的比较现实 但是我们可以看他到现在才回到75雪 也就是说他刚才的魔法在现身之后 基本上来说这辈子就就就这样了 恶魔联手被点 我马上保存 他知道这个点过一轮骑射 在在NC连接上去 这恶魔联手应该就差不多就要挂了 水猫喷前排 后排的蜘蛛 并没有受到九雾的影响 其实关键前排掉血雾走位 但蜘蛛有没有中九雾 这个才是关键 九雾的miss 对蜘蛛的影响太大 相当上的是被抽干 无法阵 马上是买出了那家 周围自己的三发 而120的剑圣 有大雪喝不喝的出来 叫群补抬着大雪 还好呢 是把这个血瓶给喝了出来 而对面的恶魔联手 反而被秒红之后呢 是交出了回程 啊 这里的话呢 是应该来说 那张关键的群补啊 果然是真爱啊 四哥是掏出一张群补救了剑圣 然后剑圣 客出了这个大雪 好 这一下的话 哎 120居然在前排起末法 是不是苦工没血了 顺手可以踢啊 是不是 你是这么想这个想法吗 还是造错了 BB和BM好像 也有可能了 这几个剑圈是蛮劲的啊 好 回一下这个雪蓝 哎 怎么神不止鬼不觉的 又打出一张草子呢 不过这个时候草子 可以奠定圣局 一波推过去就行了 啊 需要草子的时候 就让四哥去打 这个计谋太高端了 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抱歉 四哥我误会你了 好 现在这边 强拆 DIZN的家 现在就是无法阵 你又毁灭了 后面这个墨房 是弄得对方有点 有点迷茫 哎 这墨房你是怎么回事 不小心点错了 不可以吗 狼奇 走了 哎 后面有个雕像 不狼奇没有网 调整一下 位置 120是先行迎敌 无法阵还在拆 无法阵还在拆 先杀了对方一个大忌 调整一下 抽掉对方前拍的buff 毁灭是在天上 毁灭下来 挡了一下位置 DK是贴出了咆哮 然后 后面的话呢 暗夜经历的奥姆烈手 直接是交出了 这个无敌 不过无法阵的DK也比较惨 但是他自己身上魔法 还是比较多的 无敌时间结束了 是不是秒掉对方的迭去 迭去非常危险 直接带走 这个应该来说 欧姆烈手刚才的血量 确实是非常的危险 熊猫并没有选择保存 熊猫自己的血量 现在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无法阵是 有意识的去 把这个英雄的位置 调整了一下 很可能强 秒熊猫 但熊猫这个时候走位 还是比较谨慎的 不过对方的这个 瘦子已经打住了 尽力尖身被秒掉 那这样的话 恭喜一下 这个无法阵和120 取得了这场比赛胜利 确实我们看到有有无法阵在啊 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四哥会非常关注大家的需求啊 看到大家对吧 想看想看二比较 就马上拖上120去打了 这个这个路上 打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呃 关键是旧剑胜那一个 确实是非常的极限 剑胜点出了血瓶 那个就是直接变成胜负手 所以如果当时剑胜倒了的话 对面还可 可能可以坚持下去 不过现在一直来说 是四哥和120 骑在对方两个人身上的 所以呃 就是说 瞬间崩盘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那一下是奠定了胜局 看一下资源交互方面的 基本没有不用看 英雄击杀呢是无法占两个 对面的是呃 没有 最大人口53 46和50 46 好的那今天的比赛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 嗯 回头再见 拜拜